不要坐過多的隔間 還是擁有一些客廳、臥室、餐櫥 這樣的空間的場域區分呢 這裡有兩個PUBOW來分享給大家喔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110G Q&A 我是Valia 大家還記得我們之前有做過 一集小屏數不NG設計嗎 上架後就有網友私訊小編 希望我們可以直接來告訴大家 關於小屏數的NG設計 有沒有一些破解法 所以今天我們110G Q&A 就直接來幫大家濃縮出 三個小屏數設計的D雷 以及怎麼破解 那在解答前 先請大家幫我們按一下訂閱鈕 我們就開始解答吧 那第一個D雷呢 其實就是大家很在乎的 我收納不夠用 於是我做了大面牆體的 這樣的一個櫃體 結果呢原本期待是美屋啦 最後竟然變成災難現場 那我覺得在這裡啊 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其實你的屏數已經很小了 老實說並不建議做大面積的櫃體 因為這樣子其實啊 在你還沒有搬進去住的時候啊 看起來好像很美喔 但是住進去才會知道 真正壓縮的其實是你的生活空間 所以在這裡啊 幫大家的破解法就是建議大家 在櫃體的設計上 還有適量之外還要做上下的發展 那我們最常見的呢 其實就是地板架高來做收納櫃 像是在卧榻或者床的下方呢 來做收納功能 那關於地板架高的收納櫃體 我們有分抽屜式以及上仙式 那抽屜式大家都知道 它是比較好方便拿取的 所以非常適合呢 放一些自己的生活雜物 那再來就是上仙式 上仙式啊 那雖然比較不方便拿取 但是收納空間會比較大 所以也許大家可以去思考說 自己有沒有一些部分 季節性的物品呢 在這裡呢 去做收納會比較好使用喔 那第二個NG設計呢 就是其實大家 想要在小坪樹裡面呢 還是想要努力的去區分一些不同場域 於是加了隔間 那這個隔間可能是玻璃隔間啊等等 其實都讓空間看起來更小 那怎麼樣呢 才可以創造說 我不要做過多的隔間 還是擁有一些客廳啊 臥室啊 餐廚上的空間的場域區分呢 這裡有兩個PUBO 來分享給大家喔 第一個是 你可以使用雙面式的機能家具 我直接用舉例的方式 大家就可以了解 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中這個案例 其實它整個住宅 坪數只有13坪 那它小住宅 所以人口結構通常很簡單 一到兩個人 所以當然啦 在這個隱私上啊 絕對不是首要的考量 所以屋主呢 就把它視為大套房 但是他為了也想要區隔客廳跟臥室 所以呢 就以電視牆來作為區隔 不僅啊 分割出這個場域 還可以把看電視的需求啊 放入空間 再來我們舉一個案例就是 在客廳與臥房之間呢 用一個書櫃來代替厚重的水泥牆 一樣能夠兼具實用性 讓空間啊 看起來啊 更有設計感 那第二個標本呢 是 你可以在天花板 壁面 或者是地面呢 來埋入隱形隔間線 隱形隔間線是什麼呢 我直接上圖 大家一定會瞄懂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案子啊 它其實是同一個空間 不是兩張照片放在一起的哦 它其實可以看到 廚房 餐廳 以及客廳這樣的一個位子 那設計師呢 它是運用了天花板、地面和牆面的一些材質上的設計 或者是顏色上的搭配 讓整個視覺呢 看出了不同空間感 那我們看到 像它廚房空間啊 使用了藍色 客廳啊 使用了原木色 讓視覺上啊 直接隔出了不同的場域 最後一個案例再分享給大家 我們看到這個屏數非常小的案子 但是可以直接看到 設計師用天地壁砍入了這個原木 把整個臥室呢 框起來 直接有了這個溫馨私密的房間領域了 那最後一個地雷呢 其實還蠻多人都會犯的 就是貪心 想要把家具啊 大一點 覺得這樣子啊 一定可以比較舒服的過日子 那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去做取捨哦 畢竟啊 空間的大小 跟家具的大小 其實是有一定的比例哦 如果啊 把家具啊 買得過大 不一定會比較舒服 反而會影響自己的生活動線 那家具跟設計是一樣重要的 量身訂做的家具啊 其實可以讓空間 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當然 如果你會覺得說 我就是要把沙發買大一點 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買折疊的 或者是可拆式的沙發 讓靈活性啊 看起來更大 那如果針對外食族啊 覺得有餐桌啊 可以以備不時之需 所以呢 其實無法割捨掉 但餐桌又很佔空間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話 大家可以利用五金設計 做成活動式的檯面 也就是當你需要的時候 把它張開來使用 不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收起來 以上的地雷解套法 不知道你記住了沒有 我們再來幫大家複習一遍哦 第一個 收納不夠用 建議以上下發展收納空間 而不是用大面積的 墻底櫃體來做設計 第二個 不想讓厚重的水泥墻面 縮小空間的話 你可以利用電視櫃 櫃體製造出隔間 或者是用隱藏式的天花設計 或者是顏色來作為區分 第三個 家具不要買太大 適度的家具 跟空間的比例要符合 不然會影響生活動線 那你可以選擇 摺疊沙發 拆組式沙發 或者是摺疊式餐桌 希望這集的影片 能夠幫助到 正在為小屏樹設計 煩惱的你哦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開小鈴鐺 並且分享 如果有其他 讓空間看起來更大的 小撇步 也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那我們下次見